《逆經故事 舊卦 九四 曹芳 出身不明 做皇帝》 九四 包無魚 起空 包 胎盤 包住胎兒 隱身包果 舞 跳舞祈求 隱身沒有 魚 有頭 皮 尾的生物 遮餘類 起 拖兒離開舞體 隱身起動 出現 空 避免下陷 象徵空險 意思就是包裹裏面好用來祭祀的魚 出現空險 曹藝廢低曹芳的故事 可解這隻鵬的鵬耳 曹芳 二三二年至二七四年 智蘭興 佩閣朝縣人 即安徽反博州 蝦和六年 二三二年 身於任城皇谷 三國時代曹惠第三個皇帝 二三九年 一月二十二日至二五四年 十月十七日在位 魏明帝曹芳的新生子 全部腰折 曹芳是養子 自小在宮內成長 不知出自哪個宗室 出身來歷 一概不詳 三國時代曹芳是秘 莫有知其所有來者 魏視春洲記載曹芳應該任城皇曹芳的兒子 即魏武帝曹粗的曾孫 任城皇曹張的孫 魏青龍三年八月更五 二三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曹芳選為魏明帝曹芳的養子 插封齊王 警初三年 正月丁駭 二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正月 立為皇太子 同日 魏明帝曹芳 即曹芳的兒子 在洛陽病世 時年三十五歲 廟後列祖 四號 明帝 葬在高平寧 年緊八歲曹芳正式職位 三國演義入 曹芳臨中那陣 校法留給托姑 將年幼的兒子曹芳透露給司馬爾 封曹芳的兒子曹爽為大將軍 總涉朝政 大將軍曹爽和太衛司馬爾 以司徒 司空 寵宰 元父等 寵令八官 曹芳為免勞民相財 下令各漢準備動工的宮殿 台國一蓋罷免 官府和宮殿府入面 六十歲以上的奴婢 放他們出去做一般平民 二四零年 改年號為政旨 曹芳主政 喜用新人 嫁控司馬爾 隔離國太后 曹芳登基之後 為被委去的名字方 比諾陽北高的皇宮花園 方臨院 改名為華臨院 後來南北朝分裂 建業長安的皇宮花園 恩盡救濟 命名為華臨院 正此四年 二四三年七月 曹芳夏召在毅武帝曹昭廟 給人祭祭儀式 祭祭已故大師馬等功臣名將 正此五年 二四四年二月 曹芳為進一步樹立自己的威望 起兵討伐淑國 司馬爾反對出兵 但曹芳依然不顧執己見 進攻淑國行動 結果失敗告終 正此八年 二四七年 大總在曹芳聽河岩 鄧陽 丁密的計策 軟禁國太后在永齡宮裏面 國太后和曹芳告別時相對哭泣 曹芳自此專權 重用在毅明帝時期受到罷罪官員 違背先祖的用人政策 司未無能力阻止曹芳五月時清病不理政事 同年七月 尚書河岸上疏勸曹芳這樣說 從今以後 皇帝到式乾殿或後院遊樂時 應該都是大臣跟隨的 以便詢問商量政事 講解討論經書大義 並為世世代代所效法 同年十二月 山茄嘗試 鑑耳大呼 孔艾上疏 現在天下已經太平 未必須到後院學習奇術 寒霜一陣 一定是乘坐簾車 這是天下的福分 也是神之一願望 曹芳都沒有聽從他們意見 正此十年 正月初六 曹芳離開洛陽 去祭訴毅明帝墳墓高平寧 曹芳兄弟也是跟從 七十一射司馬爾迫永寧太后降止 為曹芳兄弟控制京城 曹芳最終屈服 自請免去職務 沒多久被司馬爾定罪 移滅三族 史稱高平寧事件 曹芳軍政大權落在司馬爾手中 一年 同年四月 改年號為嘉平 曹芳封司馬爾為聖相 令他與兩兒子司馬斯司馬超同管閣士 二五一年 司馬爾死後 大兒子司馬斯總攬朝政 嘉平六年 二五四年二月 司馬超奉命出擊姜維 到達京師 曹芳在平樂觀閱兵 中司令李鋒和張皇后父親張七等人 圖謀廢了司馬斯 曹芳寫下血訣 密傳公外 等司馬超在平樂觀請辭那陣 將他殺死 凱勒夏侯元為大將軍 雖認這支部隊討伐司馬斯 司馬超入見 憂人文五等人在唱 青頭雞 青頭雞 青頭雞即鴨 鞋真是鴨 提醒曹芳快在詔書上面畫鴨 誅殺司馬超 曹芳怕一制而沒有殺行到 司馬超宿兵中人落陽城 司馬斯一日此事 尊滅夏侯元等人三族 迫曹芳廢絕將皇后 改立皇皇后 擔心後患 圖謀廢絕曹芳 加平六年二五四年九月 司馬斯派郭太后眾故 蔣水教位郭芝 告訴郭太后知 廢絕曹芳 曹芳那時只是與太后相對而作 郭芝和曹芳說 大將軍生廢了陛下 立彭城王曹芳 曹芳起身而去 太后亦不開心 郭芝說司馬斯已下決心 立彭在外面 太后說想見一見司馬斯 但郭芝不給 郭太后只好拿骰獸出來給郭芝 郭芝再給司馬斯 司馬斯聯合公卿中朝大臣 上奏郭太后 曹芳年長不親政 沉迷女色 閉氣講學 氣欲如是 紅憂人 寶林等淫亂作落 行打進鑒的清雙令令狐景 清雙城旁照 用燒鐵重傷令狐景的身體 太后索摸一陣 和盡禮等罪 請依霍光故事廢曹芳 曹芳因此被廢 曹芳時年22歲 漢登基茲前鋒齊王 在河內埔重緩營建齊王宮 所有禮儀制度 都與諸侯王的封閣 曹芳遷出西宮 成王車一別太后 在太極電南出宮 紀受大臣雙宋 聯署上奏廢低 署名第一的太衛司馬夫好悲傷 哭得很厲害 朝廷通過商議 決定改立高貴鄉公曹芳為帝 司馬司、司馬昭相繼掌權 260年 司馬司的弟弟司馬昭 派人誓殺了皇帝曹芳 太子元年 265年 司馬昭的兒子司馬嚴 散為建立進朝 封曹芳為少齡員工 太子十年 274年 曹芳去世 中年43歲 4號勵工